Hello大家好,我是翼王 今天我們來評測一款只要499元的850W ATX3.0電源 遊戲悍將黑金剛GX850 對,又是那個傳說中的遊戲悍將 不過最近不知道是我變了還是世界變了 有一次聽到遊戲悍將之後 我認真地思考了一下 這到底是哪一位女主播 這次的評測本來之前計劃想做成專欄的 但是感覺這個東西應該還挺有看點的 順便也可以選一期視頻 在大家的印象中,ATX3.0電源是一個比較高大商量的東西 性能好,價格也高 然後我就在某東西上面找到了這麼一個東西 遊戲悍將黑金剛GX850 這個電源活動價格499元,平常529 850W額定功率 ATPLUS金牌全日系電容五年至寶全模組 支持ATX3.0標準,帶有原生的PCIe 5.012F HIPPAL接口 還是中國馳名品牌,括號他自己說的 看起來性價比非常高的樣子 那麼趕緊來看一看它實際是什麼情況吧 首先快速過一下外觀和線材 黑金剛GX850這款電源有黑白兩個顏色的版本 我買到的這一個是白色版的 電源長度是165毫米 比基準尺寸長了2.5公分 整體外觀看著還可以 風扇和線材都是黑的,不過影響不大 風扇一般進機箱之後就看不到了 另外試電輸入接口這裡還能看到風扇啟停開關 自帶的模組線都是扁平設計的,目測沒有帶電容 線材長度參考表格 常規的機箱走一個背線應該問題不大 塞打接口和Moles接口都是同一種接口 全部在一條線上 擴展設備多的話可能會有點麻煩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CPU的8頻接口給配了4個 而且這款電源的PCIe8頻接口設計上有一些問題 它少了防呆的那條橫槓 可以輕鬆捅到主板的CPU供電插座裡面 而這兩種插頭的線序是不一樣的 一下子沒注意到插錯了就有可能會燒東西 名牌標註沒有什麼毛病 正12幅是單路輸出 上線接近額定功率 然後是全幅輸入 通過3C編號查到代工廠是廣東力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好像又是之前沒有聽說過的公司 最近能生產PC電源的廠家多起來了 實在記不出這麼多 好,那麼接下來就是最關鍵的性能測試部分了 這次我更新了一下軟件 可以根據設定的百分比 一鍵自動給多條線路分配合適的負載 之前因為計算和設置比較麻煩 經常是直接將負載全部掛在12幅線路上面 現在改成了Intel ATX電源設計手冊裡面引用的 ATPLUS官方採用的負載分配算法 支線也會根據比例來分配負載了 這也對轉換率以及保持性的成績都可能會有影響 雖然理論上應該是大殺不殺的 總之就是跑測試時的效率更高了 測試方法更符合規範了 以及我越來越覺得 折騰這個測試平台本身還挺有樂趣的 好,那麼來公佈一下遊戲焊降黑金剛GX850的成績單 第一個是電壓穩定性 各線路除了-12幅都在Intel標準規定的範圍內 -12幅的偏移超出了10%的上限 不過這條線路主要用在RS232窗口上面 現在的家用主板基本都沒有這個接口了 所以對於普通用戶來說沒有什麼影響 這次我們還新增了超載到120%的測試 除了-12幅以外 其他線路主要是在拉偏測試的時候才會偏的比較多 所以常規負載比例的超載測試下 電壓基本上沒有變化 這裡也是放出原始數據 感興趣的同學可以暫停查看 第二個項目是轉換率 黑金剛GX850完全符合115V金牌的要求 同時ATX3.0新增的極低負債轉換率項目 它也是合格沒有問題的 第三個項目是文波和噪聲 非超在狀態下 黑金剛GX850只有3.3幅線路的文波 貼著超界的Bear合格 其他都是中規中矩的表現 超載到120%之後 12幅線路的文波暴增 但是整體也是在合格的範圍內 它真的hold住了 過來是保持時間 黑金剛GX850沒能達到ATX標準滿負債保持時間的要求 PG信號和12幅線路的保持時間都短了 按新標準也不行 然後更遺憾的是 SSI這個難度低一點的75%負債的要求 它也沒能通過 其他都OK了 就是PG信號的時間短了一些 啟動時序這裡其他的項目都達標了 但又是PG信號的問題 它只能滿足傳統的時序要求 滿足不了ATX3.0的標準 再往映方面 因為有自動啟停功能 低負債下基本上就是環境音 滿載去到47分貝 感覺是個還算能忍的水平 最後是ATX3.0的重點項目 動態響應的部分 大家印象中比較難的100微秒的測試 不管是整機還是單線 它都通過了 但是實際上真正比較難的 10毫秒160%的測試 它沒有通過 在示波器裡面能看到 從超載恢復到正常負債那一段 電壓的波形一直在扭來扭去的變化 經常會出現過沖導致電壓超出上限的情況 前面表格摘取的是統計到的 最高和最低的電壓 畢竟按照標準 電壓應該始終在規定的範圍內 前面可以看到它在跑單線3倍負債時 最低電壓比海運風雷的表現還要好不少 這裡可能是電壓調整給調過頭了 負債突然下來之後有一點沒反應過來 另外這個電源在做動態測試的時候 內部會有奇怪的大大聲 可能是某個線圈的效效 雖然我們測下來它也沒有壞 但是聽著還是有點心慌的 性能測完接下來就要拆開電源 看一看內部的結構和用料了 這款電源採用了半橋LLC加DCDC的結構 12V的整流管壓在了散熱片下面 不過要做到這個轉換率 應該也是同步整流的方案了 DMI的零件比較齊全 Full Bridge Rectifier 全橋整流器有兩片 而且加了散熱 這一塊做的還挺好的 主電容的容量是560微法 從前面的保持時間測試來看 應該是小了 剩下的電容看著確實都是日化的 但是整體數量上感覺還是少了一些 特別是輸出接口這裡一顆電容都沒有 PCB上面有預留位置 但是沒有焊上去 紋波能達標還挺厲害的 底部焊接看著沒有什麼問題 主要的輸出線路還有金屬片加強 LLC的主控這次用了深圳易晶威的EG6599 沒有採用常見的紅罐CM系列 這個倒是比較新鮮 PFC和LLC的管子使用了廣東瑞生半導體 和武漢星圓半導體的產品 DCDC紫板上面的MOS管則是來自台灣傑立科技 這個品牌的產品上一次在九州風神的電源裡面見過 最後風扇是他們自家品牌的 不知道質量和性能如何 不過反正5年保修 用X的風扇也只是增加他們自己的返修率而已 好那麼來到總結時間了 遊戲悍將這款黑金剛GX850雖然價格真的非常便宜 但是很遺憾 它的性能指標並沒有能達到ATX3.0的要求 其實我有一點搞不懂他們這個產品的定位 我感覺要做到那幾個指標合格 物料成本的增加應該沒有這麼多 就算售價再加個100塊 在帶12V HIGHPOWER的ATX3.0電源之中 依然算是比較便宜的了 為什麼哪怕不合格也非要壓到現在這個價格呢 可能它不合格的項目 在日常使用中並沒有那麼關鍵 但是對於要上12V HIGHPOWER接口的850W電源的 使用高端的4070、4080級別顯卡的用戶 多加幾百塊錢上一個好點的電源 應該至少心裡會更安穩一點 好那麼這次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點贊和評論支持一下 新款中的順便點一個訂閱 就不會錯過後面的精彩影片了 我是翼王,下次見,掰掰